灿述台风11号开始影响台湾 新城乡灾害应变中心成立 乡长继新城乡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合理台 随时掌握台风的动向以及乡内的状况 12号一早与清洁队同仁至各村清除影响交通的路数与障碍物 并视察乡内的风灾情况 灿述台风11号开始影响台湾 新城乡灾害应变中心成立 新城乡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合理台 随时掌握台风动向以及乡内的状况 可以才表示台风11号夜间到12号下午由华林东方经过 12号上午1月9点之后靠近新城乡 属性比预期的更偏东方 大大减少对新城乡的影响 但仍有许多路数因外围环流而倾倒 12号上午与清洁队一起出动 清除各村大街小巷影响交通的障碍物 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些风雨交加的情况 在我们新城乡 一大早起来就到处来行事一下我们的村干市 也立即来回报 有一些地方路宿倒塌 妨碍人车的安全 所以今天我们清洁队一大早就 把各个村有路宿倒塌的地方来排阻 以利我们所有的行车与行人的安全 目前探数的位置 台风的位置就在我们七星潭 在我们七星潭近海跌80公里的地方 缓速的往东北方向走 在的是昨天晚上三点的时候 算是有点偏东 所以对我们新城乡目前为止没有很大的影响 在今天早上到各村去行事之后 这个所有的家户也好 都非常的平安 都非常的平安 没有任何大的一个灾害 就非常感谢上昌 保佑大家平安 随后商场回台并且巡视各层的大街小巷 以清洁队一起进行全面的清查作业 务必要做好道路畅通 就不会影响到村民的出入口 公所也会期待台风远离之后 能够让乡亲有平安顺畅的道路 并且告知乡亲新城乡相当的平安 如有农损 也会折成农业供应客来查报 记得喜欢新鲜味道